大家好 现在早晨10点钟了 2月5号了 离过春节还有4天了 今天我们这现在的温度是早晨的10点钟 现在是零上13度 今天最高气温到中午两三点钟会有零上19度的气温 这个前天我看到了北京市出了点事 北京市广渠路 广渠路上在高架桥上一辆大公交被烧了 你要说爆炸吧 似乎有点疑问 爆炸那个冲击波造成的那个伤害 那个现场的那个惨状应该更严重 应该是着火了 一辆大公交 这个车上的玻璃应该都烧掉了 都烧了 应该说这个高温吧 造成玻璃都融化了 然后现场的地下呢 有一些白色的应该是泡沫 应该是灭火过程中那种干粉灭火剂 啊 干粉灭火剂形成的泡沫 然后现场没有看到死人 也没有看到伤员 但是应该有一些是车上的乘客 从车上着火之后停在路边下来了 然后也有警察大概十几个穿警服的 穿那种警察的制式的那种蓝色的深蓝色或者黑色的那种叫什么叫羽绒服 反正也不叫不叫大衣 反正就那种棉的外套吧 长外套 然后戴着那个棉帽子的 就是警察那是肯定的 然后有几十个乘客 还有消防队的车 应该是已经灭完火的车在现场 还有公交救援的 就是说公交公司有自己的救援车 他就是那个车就是可以把坏的车拉起来拉走的那种拖车 对那个叫拖车 有一辆公交系统的写着公交救援的 那个车是一辆黄色的 因为这种车属于特种工程车都比较醒目的 然后我一直在查中国官方的消息 就是比较诡异的是 昨天下午和今天早晨 我都在查中国官方应该有个叫警情通报 是吧 诡异的事好像是没有 反正我是没查到 我查北京市广渠路火灾着火爆炸 反正地名广渠路公交车爆炸或者火灾或者着火 没有查不到 这就有点诡异了 有点诡异 这个事看起来不大 根据我对现场的判断 当然有的自媒体人 或者是海外有些媒体说这个 说是外地来的 说是制造了爆炸 说是股民现在赔了很多钱 说死了六个人 还炸伤了很多很多人 那不知道看不到 反正看现场那些人的状态 就是除了穿警服的之外 有一些人在那现场 应该是乘客 应该是乘客 看那状态不是很慌乱 慌张 慌恐惊恐 看那状态 如果说死了很多人 伤了很多人 看他们就在现场 就类似于围观 反正就站在那也没走 可能要事后有个调查 但是现在就是很诡异 中国是吧 官方北京官方 他没有一个消息出来 是我没查到呢 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昨天今天都查了 没有 所以到底会不会死人 是吧 会不 是不是因为有人故意的制造的火灾 或者爆炸 不知道 反正中国这个国家吧 他是一个大黑幕 是吧 一个铁幕 因为他没有独立媒体 对吧 有的时候你就得 就得猜 是吧 就得蒙 就得骗 是吧 当然我说的是 某些海外自媒体人 对吧 他们就是胡编乱造也好 或者说是这个 反正是画一个大饼 画的很大 是吧 有时候 但是中国官方 他又不说出来真实的信息 对吧 他瞒着 他隐瞒 历来如此 这几十年以来 或者从他们建党 百年以来 他历来就是啊 一百来年了 他们就是瞒着 假的是吧 好像那个谁说过 那个担任过总书记的胡耀邦说过 说我们党的那些历史 如果全部都公开出来 恐怕人民群众不会饶了我们 恐怕要造反 要推翻我们 那看来很多都是假的 是吧 也确实干了很多恶事 坏事 土改呀 什么内部的整肃啊 文革呀 公司合营啊 大饥荒啊 大跃进呀 这多了 是吧 杀了太多的人 剥夺了太多人的自由财产 所以现在在中国 是吧 这也不怪海外的人 是吧 说的特邪乎 你自己就瞒着 反正不正常 是吧 要平常你很多中国的很多公安局都公布了啊 这是某某县某某区某某市啊 这个发生了什么什么 是吧 这个这个杀人案件啊 案犯再逃 叫什么什么名 多大岁数啊 然后还公布一个悬赏的电话 是吧 可以跟我们联系 打我们的警官 某某警官 是吧 有时候还留两个警官的名字 和手机号啊 还有110啊 还有公安局电话啊 那这次没有 是吧 没有 没有 到底怎么回事 是吧 就是那你 哪怕就是个意外 是吧 你比如说北京市公交公司 公交集团 他也应该发一个消息 发一个新闻稿啊 对吧 反正那个视频的时间很短 是一个过路的人 一个开车过路的人 从旁边过 发出的视频 大概最长也才21秒 啊 然后那条路是从 呃 他拓宽了 他不叫拓宽了 他延长了 现在叫都到通州了 到东武环外了 到通州了啊 那条路原来我也走过 到通州了 然后这边到东城 主要是在朝阳区 然后通州有一小部分 在东边 西边 然后到了东城区 其实东城区就是过去的重文区 就是广渠门 广渠门内 广渠门外 啊 不知道啊 反正很多事很诡异在中国 在中国没有真相 他永远不公布真相 有些事就瞒着 就当没发生 是吧 那唐山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 河南1975年 1975年的板桥 对吧 板桥水库的大溃堤 淹死几十万人 连提都没提 唐山大地震 起码你知道有这大地震 对吧 所以在中国 活在这国家 是吧 你别说你是个韭菜了 你连个数字你都不是 你死了白死 这个很恐怖 很可怕的 对吧 广渠门 啊 那个地方 离双井啊 离晋松啊 离龙潭湖啊 离潘家园啊 化工路啊 都没多远 离百字弯 是吧 离那个朝阳路 反正就北京的东南 这一片 真的不知道 怎么回事了 这两天 那个谁又死了 那个谁 不是死了 那个杨恒军 杨恒军 我看今天有报道说 杨恒军被中国的法院 间谍罪 判了一个死缓 已经被关押了五年左右了 判了一个死缓啊 啊 杨恒军 原来组织过中国大陆人 还有海外华人 到台湾官选 观察台湾的选举 他也组织过洋群 就是微信群 都是他是盟主 在全国各地 组织了几十个微信群 上万人 所以他影响力比较大 最早他是特务 最早他是国家安全部的人 后来在海南省政府也工作过 在国家的国务院的外经贸部 现在商务部也工作过 然后他是湖北人 好像湖北隋州的吧 就出那个隋县边中那地方人 他老婆原来是个五毛 跟司马南呀 孔庆东啊 什么吴法天呀 跟那帮孙子在一块混的 他的第二个老婆吧 叫袁小娟吧 叫袁瑞娟呀 袁小亮 反正那老婆不是什么好人 后来可能跟他在一块学了点好 但是现在听说他老婆 也被软禁在上海 也禁止出境 他老婆是中国国籍 他是澳大利亚国籍 前一段还有人说 会不会特赦他呀 是吧 希望澳大利亚跟中国 这不是缓和关系吗 他毕竟是澳洲国籍啊 有的说他是双面间谍 有的说他是三面间谍 美国 澳大利亚 中国 反正当过中国的特务 但是现在给这老哥 他60后吧 好像将近60岁 是吧 后来他还卖东西 他还卖东西 是吧 叫民主小贩 他在搞网购 在网上卖点红酒什么的 卖点国外的东西给中国人 到底怎么样 这事哈 那这是不是中国跟澳洲最近关系又不好了 是吧 被关押的人太多了 是吧 薛满子呀 什么秦伙伙呀 什么台湾的李孟居李明哲呀 还有那个娶了台湾媳妇的傅查颜鹤呀 还有周周侃呀 是吧 反正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人太多了 这个国家很可怕哟 嗯 对了